117. 楚天都市報 青山以用武鋼肺渣水集中工業 2015年7月22日民生經濟13楚天都市報信 記者陳善通訊員莫蘭 武鋼高爐內清洗爐渣的蔥渣水 以前都市白白牌坊 今後有望變費維保 記者促悉 青山區建設賓江商務區集中工業事分區時 將利用武鋼高爐沖渣水等廢熱資源工業 昨天青山區召開賓江商務區集中工業示範區建設動員會 會議透露 到2020年 青山賓江商務區實際工業能力將達700萬方 新建公共建築 商業建築百分之百實現集中工業 新建住宅百分之七十實現集中工業 據初步估算 青山將有四萬戶以上居民因此受惠 承擔工業的德規集團董事長徐斌介紹 集中工業網絡冬天使用熱水加熱 夏天通過臭化理級熱制冷 可實現冬暖夏涼 帶大降低電力消耗 實現集中工業需要穩定的熱源 除了已有的青山熱電廠 青山區政府還把目光轉向了核區內的武鋼 武石化等大型企業 青山區循環經濟發展辦公室主任劉均介紹 武鋼高爐產生的爐渣 出爐時溫度高達上千石時度 需要用大量水沖洗降溫後才能用於水泥等副產品製造 而沖渣水溫度很高 以前都是直接排空 為了不影響環境 還需要建設冷卻塔 如能通過管道將其收集起來 則是非常理想的熱源 目前 青山區政府正與無鋼集團協商 合作開發沖渣水 此外 無石化的低溫熱水也可作為工業的來源 徐斌介紹 據估算 算上青山熱電廠 無鋼自建電廠以及企業的廢熱資源 青山可利用的熱源高達三千萬方 而德威集團目前在武漢的工業館網中工業能力約為一千六百萬方